今天是三八国际妇女节 在全国人代会上 女代表们仍然是在屡职中度过自己的节日 下午小组审议开始 女同胞们就收到了一份暖心祝福 今天是国际妇女节 我在发言之前 先代表省委省政府 向各位女代表 女委员 还有我们女工作人员 和全省的妇女同胞 是以节日的问候 衷心的祝福 今天女代表们在屡职中快乐 在快乐中屡职 江苏团的三十多位女代表 都是来自各行各业的精英 从全省四千多万女性中脱颖而出 在人民眼中 她们是当之无愧的成功女性 那么在她们自己的眼中 又是如何定义成功呢 王红代表 您是一位90后的大学教授 又是年轻的博导 全国人大代表 应该说是非常成功了 那么在您看来 是怎么样去定义女性的成功呢 我觉得成功的定义 并不是单一的 作为一名工作在 教学科研一线的高校教师 立得书人是根本任务 把学生教育好 为社会培养更多的创新型人才 就是我的成功 每个人对成功都有不同的理解 在江苏女代表中 既有大专家 大企业家 大艺术家 也有不少来自一线的普通劳动者 何光华代表 就是一位来自电力系统的基层代表 她不仅奋战在电缆设备维护一线 还不断钻研行业技术创新 获得国家专利40多项 省部纪以上科技奖项6项 每个女性她都是生活的守护者 她同时也是社会的建设者 更是在科研公关中的攀登者 那么我想在每一个角色中 只要我们定好目标 并且把它干成 自己有这种很好的幸福感 这就是成功 张照丽代表 是从纺织车间走出来的 全国人大代表 她的绝活是一个小时 可以给200多顶帽子上帽研 为降低生产成本 提高产品质量 她还凭借多年积累的操作经验 参与编写操作规范 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 我理解的成功 就是把我的岗位和智能做到最好 另外我也要把大家的事情做到最好 按照总数字的要求 带动身边的工友学习 发扬工匠精神 唯有高质量发展 而努力奋斗 虽然每个人对成功都有不同的定义 但是无论是什么职业 无论是什么岗位 只要奋力拼搏 就能让人生闪闪发光 也为社会增添意义光彩 历史的每一步前进 都离不开女性的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说 中国梦是中华民族的梦 也是中国全体妇女的梦 新增城上让我们共同昂首前行 做时代的书写人 追梦的奋斗者 好